枪音根部的地方有一个绳子吗 反过来 反过来 那个绳子放在这个枪头跟棍子之间 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绑紧 然后再翻过来 翻过来 它不是这边会鼓起来吗 翻过来 再用个绳子把它绑 这边就有一个空起来的一个 那个才是所谓的吸血或什么的 所以枪音这样绑着 它这个 我不晓得它这个可能就是顺下来绑着 这样懂吗 先这样放 这样放绑好了以后 再把它梳铝 梳铝翻过来 翻过来 梳铝梳铝梳铝 这边有一个圈的 有一个鼓起来了 把它梳铝的好了 比较扎实了 再把那个地方绑 绑 绑 这个枪 这个枪有够曲折的 有够曲折的 这种枪 这种枪表演用了 表演哐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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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哐音 在家里面要挂,这边用活节吊着,不要放在地上,更不能平放。 你这样挂着,慢慢慢慢就直。枪要挂,不要往墙,往墙边依靠。 所以它的棍子这样是好吗?多长吗? 它有什么样的? 你手伸起来,这边是这里。以你的身高,抓到这边。这以上是枪头。这样子。 所以你的手应该做出力的。 手到这边。 谢谢。 这种枪练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这种枪练起来比较弹性。 它里面的株子,让你扎出去的时候。 如果长一点的话,它这个太短。 它这个好像是铝,这是铝的。铝的。一般是钢的的话,里面的钢珠不要放多。 一个稍微大一点。 它大概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长。 扎出去它就大。 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要问。 那个圈圈的时候,我们是看着那个毛这样走一个圆弧。 这个毛太短了。 也不是毛走圆弧啊,枪头啊。 你一个圈的话,一个圈是往这拉嘛。 是不是。 变成这样子吧。 一个圈是这样子吧。 这样子吧。 是不是。 你看。 往心窝拉,心窝一侧。 你看。 这个手本来是羊的。 本来是羊的。 心窝拉过来变阴的。 再变羊。 再变羊的。 再变羊的。 打出去。 那么种。 啊。 所以这个在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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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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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慢慢再。 两个。 啊。 马步。 偏马步。 公步。 啊。 好。 好。 出现。 在。 快。 转。